狗轩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 猪的怪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看第五节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其实这个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在前边第22章外笔折算的时候 我们已经见过了 所以在这我不再给大家 展示那个表格 我们先看第一个表题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内容及结构 首先括号一讲的是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内容 它的目的就是反应 所有者权益各组成部分 当期增减变动情况的报表 所以很简单 那么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烈势原则 首先明确一句话 就是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当中 综合收益 和我们所有者或股东的资本交易 导致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应当分别什么烈势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 与所有者的资本交易 就是企业与所有者换个字 股东 它以所有者身份进行的 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交易 比如说前面在第十六章 我们所有者权益那章就讲过 如果股东对你的捐赠 很可能是资本性投入 那不是借银行总管带资本攻击股本一价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当中 至少应当单独列示一些项目 第一个叫综合收益总额 这个综合收益总额 如果是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当中 还应当列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这是第一个 那大家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综合收益总额不就等于净利润 加上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吗 那么第二个 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插作更正的 累计影响金额 第三个 所有者投入资本 和向所有者分配利润 第四个提取的盈余公司 还有第五个 所有者权益各个组成部分的 期出期末余额机调节情况 这个我们在外比折算那张都已经见过了 所以在这儿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多选题 就是下列应该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 单独列示的项目有 第一个 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插作更正的累计影响数 有 基本美股收益 错了 基本美股收益是在哪张表来着 是在利润表当中列示的 提取的盈余公司 所有者权益的各组成部分 是不是就包括提取的盈余公司 还有 综合收益总额 肯定也没问题 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C D 这三个选项 至于说 括号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结构 我们教材给了一个表 23-5 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大标题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填列方法 它要反映上年金额和本年金额 我不再重复 简单的 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第二十二章外币折算 我们看过完整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没什么信心的 第五节我就说这么多 那么第六节财务报表 附注的什么 披露 我们看第一个标题 附注披露的总体要求 我们经常说四表一注 所以附注是对你所说的四表中所列示的项目的文字描述 或者说明细资料 还有一种就是没有能够在四表当中列示项目的一些什么说明 比如说我可能是货有实项 但我不满足确认的条件 我可能要在附注中进行披露 或者说我已经在四表当中列示了 比如说对于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等等 我可能也要在附注中进行说明 这个能大概制度一下就行了 第二个 附注披露的总体要求 大家自己看一下教材 这我不再过多去说 括号附注的主要内容 简单的了解一下 我们直接看标题三 分布报告 所谓的分布报告 就是如果你作为企业 你在编报表示 有些业务 或者说有些分布 你需要单独列示出来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 所谓的分布报告 一定是以经营分布为起点 也就说您得能自力更生 有人说你讲这个干啥用的 我今天先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家人有十个儿子 那这十个儿子年龄都一样大 不可能 这十个儿子都同时一样的行业 不可能 那可能我会告诉你 其中大儿子今年赚了多少钱 二儿子赚多少钱 三儿子赚多少钱 剩下的儿子 我可能就不单独列示了 为什么 因为首先它要是经营分布 经营分布 我经常说四个字 自力更生 先看第一个 什么叫经营分布 首先我的界定是企业内 就跟一个老汉 有十个儿子一样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 我们把你列示为经营分布 比如说第一个 该组成部分 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 发生费用 您得能挣钱 挣钱的时候 我允许您花钱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企业管理层能够定期评价 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 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 评价其业绩 那可能这个老汉有十个儿子 只有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已经成年 已经上班了 那么这三个儿子能够产生收入 发生费用 另外 我能够评价这三个儿子 为家里做的贡献的大小 经营成果 评价其业绩 另外第三个企业 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 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等 有关会计信息 也就是说 这三个儿子一定要独立核算 告诉我您是赢 是亏 您有多少资产 有多少负债 那可能剩下的七个儿子 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我要问你 经营分布有几个 你现在要告诉我 这个家庭里边的经营分布 可能是有三个 但是这三个 不也属于大家庭当中的一员 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提示大家一句话 您作为企业 您要确定经营分布 一定要根据你内部组织结构 管理要求和内部报告制度 为依据确定经营分布 经营分布是确定我们报告分布的一个前提 也就说你得先是经营分布 您才能成为报告分布 你比如说如果这个老汉第十个儿子 他一岁半 那么顶多勉强会走 他满足不满足经营分布的条件 不满足 您还给他单独披露 貌似就不合适 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 具有相似经济特征的两个或多个经营分布 在同时同时同时 我说了三遍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可以合并为一个经营分布 你比如说老大可能是公务员 二儿子三儿子可能都是我们所说的教师 那我有可能把二儿子三儿子合并看成一个经营分布 也不是不可能 你比如说我们要同时满足哪五个方面 各单项产品和劳务的性质相同或相似 第二生产过程的性质相同或相似 第三产品和劳务的客户类型相同或相似 第四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方式相同或相似 还有第五个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受法律 行政法规的影响相同或相似 这些我有可能就把它作为一个经营分布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说有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既从事房地产开发 也从事我们所说的物业行为 那可能每一个地区的物业 每一个小区的物业 我都满足这三个条件 但是因为你是相同的 我有可能把好几个小区的物业公司 给它合并成一个经营分布来处理 就这个意思 那么口号来了 报告分布 报告分布 首先你的前提是 你得能自力耕生自负盈亏 能够给我提供你的相关信息 你成为经营分布了 才可能成为什么 报告分布 报告分布是啥意思 人家将来编报表 是会告诉你 我们家一共今年收入多少 成本多少 费用多少 其中我大儿子收入成本费用多少 我儿子收入成本费用多少 这就叫报告分布 就是我除了说总的 我还把我认为重要的分布 给它单独说一下 怎么就叫重要了 第一个重要性标准的判断 记住了是三个指标 收入 利润或亏损 您盈利赢得多行 您亏损亏得多也可以 还有一个资产 就是这一仨 你任何一个占你家庭的比重 比较大 能达到10%以上 我就可能把你的情况单独披露 就这个意思 您就可能成为报告分布 但是在这里边 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没有负债 没有负债 没有负债这个指标 所以在这他说了一句话 且应当以经营分布为基础 确定报告分布 通常来说 你要不是经营分布 你只是一岁半的孩子 你不可能产生收入 发生费用 我会单独报告你吗 没意义 也不可能 所以经营分布是前提 成为经营分布了 才可能成为报告分布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应当确定为报告分布 并不是同时满足 是三个条件 满足一个 第一个是我们所说的收入 该分布的分布收入 占所有分布收入 合计的10%或以上 那不就大于等于10%吗 很简单 就是大儿子产生的收入 挣的钱 占所有家庭 他的收入比重大于等于10% 那不就说明大儿子很重要吗 那么我就可以把它作为报告分布 来进行披露 只不过这儿所说的分布收入 不论是大儿子赚的收入 还是整个分布赚的收入 都指的是正常的营业收入 也就是对外交易的收入 或者说我把我的产品卖给其他分布的交易收入 就是指营业收入 那些杂七杂八的收入 不算 什么叫杂七杂八的 比如说你这个分布 有利息收入 股息收入 不算 有资产 处置净收益 不算 营业外收入 比如说捐赠利得 不算 处置投资产生的净收益 不算 还有权益法 核算 长头 确认的投资收益 这些不能算你的分布收入 你是把这些收入剔除掉之后 用剩下的分布收入 除以所有分布收入 你只要能大于等于10% 你就成为了报告分布 而且很光荣 说明你为这个家贡献的成分很大 那么第二个 如果你收入没有占到大于等于10% 你这个分布如果是盈利的 那么我用你这个分布的利润 如果你这个分布是亏损的 我不能用你的亏损额吧 亏损是负的 我不能说用一个负数 超以一个数 大于等于负的百分之多少 如果你亏损 我用的是你的绝对值 将来你盈利 比如说100万 我直接用100万除以 如果你是亏损 比如说你是负100万 我一定是负100万 取完绝对值再除以 除以什么 除以两者当中的较大者 占所有盈利分布利润的什么 何几额 比如说您现在告诉我 您所有儿子当中 有两个儿子的产生的分布 是盈利的 那么我们占所有盈利分布利润的何几额 那我就除以这个数 如果不是有两个儿子已经单独算了吗 那剩下的儿子 也就是所有亏损分布 那两个盈利剩下八个肯定是亏损的 这八个亏损分布 亏损合计额的绝对值 两者当中的较大者 你只要能大于等于10%也可以 也就是说你的分母 先把你分布当中盈利的摘出来 所有这些盈利分布利润的何几额 再把亏损的分布摘出来 所有亏损的利润的何几额的绝对值 这俩哪个大哪个所谓分母 将来用你的盈利 或者你亏损的绝对值 除以较大的一个 只要能大于等于10%就可以了 不用掌握太细 我希望您记住的是10%这个数字 我希望您记住的是 这个指标里边没有负债 所以在这分布利润好 亏损好 就是用一个分布的收入 减一个分布的费用 分布收入只是我们前边的营业收入 不包括这些偶然的异常的收益 那么分布费用通常指的是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 它也不包括像利息费用呀 像资产处置净损式 营业败支出 处置投资发生的净损式 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损式 还有与企业整体相关的管理费用和其他费用 因为这是跟企业整体相关的 不能算在我某一个分布头上 是这个意思 所以等于把异常的还是给它什么 剔除掉 因为它不论算分布收入也好 分布费用也好 分布利润和亏损也好 其实是一种常态化 你要用常态化的思路去给它解决 那么除了收入占比 利润或亏损的绝对额占比 还有一个该分布的分布资产 占所有分布资产和计额如果大于等于10% 也可以 但是你说我这个分布的负债占所有分布的负债 错了 这个指标没有 你都欠人钱了 你还嚎哄什么 你还骄傲什么呀 所以分布资产不包括什么 地盐所得税什么资产 而且你计量分布资产时 是以账面价值来进行计量 扣掉折旧 贪消 减值准备之后的金额 2015年考了一个多选计 下来各经营分布中应当确定为报告分布 您得先是经营分布 您得先能够自负盈亏 然后你才能成为报告分布 但是要满足占比大于等于10%这个条件 第一个该分布的分布负债错了 您都欠钱了就不能嚎哄了 我不单独的去说你 第二该分布的分布利润和亏损的绝对额战 所有盈利分布利润的合计额 或所有亏损分布 亏损合计额绝对值当中较大的一个 如果大于等于10%可以 收入占比可以 资产占比可以 那这道题正确答应应该是B C D 这三个选项 那么第二个 就是如果我低于10%重要性的标准 不论我的收入利润资产 我确实没有达到10% 首先我可以自力更生 我一定是经营分布 但我没有达到10% 那是不是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报告分布呢 送你两个字未必 换句话说 你也有可能成为报告分布 我们可以按照下列规定 确定报告分布 比如说第一个 假如说你这个分布呀 收入资产利润均不占上风 可能这仨比之都没有达到10% 但我企业管理层认为 披露你该经营分布的信息 对会计信息使用者有用 我也可以放弃那10%的标准 我直接把你确定为报告分布 那要把你确定为报告分布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单独披露你了 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 您不是这个经营分布不够标准吗 那个经营分布不够标准吗 那我可以把这两个甚至更多的具有相似经济特征 满足经营分布合并条件的其他经营分布 合并为一个报告分布 如果你单独不够 你跟别人联合起来够 你也可以成为报告分布 那么第三个 我不将该经营分布直接指定为报告分布 这是第一个 我没有指定 我也没有将该经营分布跟其他 为作为报告分布的经营分布合并为一个报告分布的 前面这句话否定了第一个 我没有达到标准 你愿意指定 我可以成为报告分布 我没有达到标准 我跟别人强强联合也可以成为报告分布 如果前两个你都不行 那企业在披露分布信息时 就应当将该经营分布的信息 跟其他组成部分的信息合并 作为其他项目单独来进行披露 实际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可能每个人 比如说资产占比 利润或亏损占比 收入占比达到10%了 那么他们三个肯定首先是经营分布 对吧 其次 他们三个也成为了什么我们所说的报告分布 好 这是三个 那么四儿子可能首先也得是经营分布 你要不是经营分布 不能自负盈亏 不能自力更生 我根本没得说你 假如说他所有的占比均不符合要求 但是我认为 我把四儿子的信息单独披露 对报表属者理解信息有用 他也可能 我强行指定为什么 报告分布 那可能五儿子和六儿子 比如说也没有满足条件 比如说可能各方面占比夸张一点 都占2% 那么可能都不够 但是如果我觉得他们俩强强联合 联合起来 勉强能达到标准 比如说一个2%一个8% 联合起来 勉强能达到标准 那我就把五儿子和六儿子 给他合并成为一个报告分布 你看你单独够的 你自己就是一个报告分布 你可能不够 我愿意指定 那我可以强行指定为你报告分布 你单独不够跟别人强强联合够 你也可以成为报告分布 那如果从六儿子往后 从七儿子到十儿子 这几个儿子既不满足单独够 也没有强行指定 也没有强强联合 那我只能把这七到十 这几个儿子 跟你整体上 作为其他项目 单独进行披露 那我就不单独说了 也就是说七儿子八儿子 这些信息 我不单独体现 但是你要成为报告分布的前提 是你要成为经营什么分布 你能产生收入 你能发生费用 你能定期评价 你能提供你的财务状况 经营通过现金流量的相关信息 只有经营分布 才可能成为我们所说的报告分布 它是前提 别错了 那么报告分布 75%的标准 假如说我现在不是按照百分之十资产收入 利润占比大于等于百分之十 我达到百分之十的重要性标准 我是不是就把它确认为报告分布了 那么确定为报告分布的经营分布 对外交易的收入合计 占合并总收入或者企业总收入的比重 应该达到百分之七 你看 假如说啊 我不考虑其他的 我现在就有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满足了占比大于等于百分之十 那我有一个衡量标准 这三个儿子不是一定会产生收入 发生费用吗 那这三个儿子的收入合计 占我所有家庭的收入合计 那么将来一定是大于等于百分之七 也就是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的收入合计 占家庭收入的比重 一定大于等于百分之七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成为经营分布 才可能成为报告分布 你要没有是经营分布 你十儿子才一岁半 他根本就不会产生收入 您将来怎么判断这百分之七 那好 那么假如说啊 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他们三个的收入合计 占家庭收入的比重 达到了百分之七 五或以上 那就算合格 那么我就把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给他确定为报告分布 所以你是先按百分之十的这个标准呀 给他进行出筛 您出筛出这几个报告分布 我要验算他够还是不够 就是要求把你选出来出筛的这几个报告分布 对外交易的收入 占所有收入比重 是不是达到了百分之七 如果达到了 你出差这百分之十达到了 收入比重也达到了百分之七 那就合格 我就单独披露 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就可以了 第二个 我怕 怕什么 如果没有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的标准 也就说 您这三儿子确实很能挣钱 但是他们的收入合计 比如说占家庭收入合计 占企业收入合计 只占了百分之六十 不行 说明您挑的报告分布各处不够 我必须增加报告分布的什么数量 那么后边不就才有 我们认为它重要 我可能把它强行指定为报告分布 或者说我单独不够 但我们俩强强联手够 我可以把你们俩联合指定为一个报告分布 总之我要把原来其他未作为报告分布的经营分布 纳入报告分布的范围 比如说我可能还要加上四儿子 我可能还要加上五儿子和六儿子的联合 总之我的验算方法是什么 您挑出来的报告分布 您挑出来的报告分布的收入 占你所有分布的合并总收入 或企业总收入的比重 一定大于等于百分之七数 才算合格 所以重要性标准 这百分之十只是一个出塞的过程 您要达到收入占比大于等于百分之七数 另外其他未作为报告分布的经营分布 虽然它很可能未满足规定百分之十的重要性标准 但是我为了凑这百分之七数的比例 也应该将其确定为什么 报告分布 你比如说 一二三四五六 你前六个儿子都已经挑出来 还不够 那可能勉强 我就把妻儿子也作为报告分布 因为毕竟他也会带来一部分收入 但是这七儿子 不论是从收入利润 还是我们资产当中占比 都没有达到百分之十 勉强可以 我说过百分之十是一个出塞的标准 并不是绝对 直到你把所有挑出来的报告分布 直到你把所有挑出来的报告分布 占合并总收入和企业总收入的比重 大于等于百分之七数 才算你挑的报告分布才算合适 否则你要一直往下怎么增加 那有人说怎么总不够怎么办 怎么可能总不够 占你企业的总收入 一个不听挑来 俩不听挑差 可能有一百个经营分布 挑到九十九总能够了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容 第四个 报告分布的数量 坏菜了 啥意思 您在迎合百分之七数的时候 您不是拿百分之十的重要性标准出塞 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肯定是报告分布吗 但是您没有达到百分之七数 你要不断的去网出挑这个经营分布 直到我们报告分布的对外交易收入占所有收入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七五 但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很尴尬的局面 您挑出来的报告分布的数量太多了 比如说我现在就说挑十个儿子 那你没有超过十个 如果这个老汉有二十个儿子 你可能只有挑完了十三个儿子 这十三个儿子的收入合计 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才能达到百分之七数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报告分布的数量超过十个 我就应当考虑将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 满足经营分布合并条件的报告分布进行合并 以使合并后的报告分布的数量不超过十个 所以你看 你这不是挑完了既要满足百分之七数吗 如果我数个数 使你的报告分布个数超过了十个 那我就看看这里边有没有能合并的 比如说四根五根六能合并 那我把这三合并算为一个报告分布 最后我数个数十 他不应该超过十个 所以百分之十只是一个初筛的标准 能理解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今年这我稍微说的细了一点 那么第五个 为提供可比信息确定什么 报告分布 也就是说我在确定报告分布时 除应当遵循相应的确定标准以外 还应当考虑不同会计期间分布信息的可比性和什么 一贯性 比如说对于某一个经营分布 我就以你大儿子为例 你大儿子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 比如说去年从重要性标准 他直接就满足了收入资产利润 占比达到百分之十的一个标准 他去年就成为了我们所说的什么 报告分布 也就是说他上期可能满足报告分布的确定条件 从而确定为报告分布 但是今年尴尬 虽然人吃五股杂粮难免生病 但是我还是希望每个人健康 那假如说今年大儿子发生了一些特别特异的事 他今年不论他的收入资产 还是我们所说的利润 占比都没有达到百分之十 也就是他可能不满足报告分布的条件 那去年我单独披露了他的信息 但是今年因为情况太特殊了 他给家里做的贡献太小了 他不满足报告分布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今年一定说他不是报告分布吗 未必 如果我认为 我这大儿子只是今年暂时有了困难 我可以帮他共度难关 明年他可以东山再起 我认为他重要的 仍然可以披露该分布的信息 只要有助于报本使用者了解整体情况 无需考虑该经营分布的重要性标准 仍应当将该经营分布确定为本期的什么 报告分布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这个百分之十只是一个出差的标准 你满足了 你通常就是报告分布 但你没满足 你也可能是报告分布 包括强行指定的 包括今年暂时有困难的 这些要注意到 那么另外一个 对于某一个经营分布 在本期可能满足报告分布的确定条件 而确定为报告分布 比如说我就举你四儿子 因为他今年上班挣钱了 一下找了个年薪百万的公司 他收入占比达到了百分之十 他今年肯定是报告分布 但是他去年还在上学 没挣钱 那么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 他不满足报告分布的确定条件 而未确定为报告分布 在这种情况下 除于比较目的提供 以前会计期间分布信息 我应当与什么重述 我就应当把这个经营分布 反映为一个报告分布 即使不满足确定为报告分布的条件 所以我可能对他去年的信息 给他进行重新披露 重述 就这个意思 大概能听懂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分布信息的披露 这个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企业应当以对外提供的财务报表为基础 披露分布信息 如果你对外提供的是合并财务报表 应当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 披露分布信息 那我将来在辅助中要报告分布的哪些信息 比如说第一个描述性信息 什么考虑的因素呀 包括第二个 每一个报告分布的利润亏损总额呀 这些 还有第三个 每一个报告分布的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还有为作为报告分布信息组成部分 应当披露的内容等等 所以大家记住 这块内容大提升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第五个 我想单独说一下 就是报告分布的信息总额 要跟企业信息总额怎么着相衔接 我虽然把你单独披露了 但你永远不要忘了 你是我大家庭当中的一员 你的收入 你的利润 你的资产 是我大家庭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将来报告分布的收入总额 利润亏损总额 资产总额 甚至负债总额 都要跟我企业对应的总额相衔接 就这个意思 那么第六个 比较信息 第一句话最重要 企业在披露分布信息时 为了可比起见 应当提供前期的比较数据 您记得不记得 您今年第一次成为报告分布 为了可比性 我可能要对去年的信息进行什么 重述 所以在这 他又补充说了一下 就如果对于某一个经营分布 如果本期满足报告分布的确定条件 也就是你后边 你这个儿子今年正强了 满足了报告分布 即使前期没有满足报告分布的确定条件 而未确定报告分布 也应当提供前期的比较数据 但是重述信息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就是你去年没有单独披露 你今年单独披露 要把去年属于这个报告分布的信息给我抓出来 单独的说一下 那么企业如果内部组织结构改变 导致报告分布组成发生变化的 也应当提供前期的比较数据 除非不切实可行 另外企业未提供前期比较数据的 应当在报告分布组成发生变化的 当年同时披露新的报告分布 和旧的报告分布为基础的分布信息 所以我们强调两个字和比 好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12年的一个多选题 下来各项关于分布报告的表书中 正确的有 企业应当以经营分布为基础 确定报告分布 这肯定没毛病 你得先是经营分布 能产生收入发生费用 能对你进行定期评价 能提供财务状况 经承过现金流量的有用信息 你才可能成为报告分布 那么企业披露分布信息 是无需提供贤期比较数据 错了 应当提供 第三个 写披露的报告分布的收入总额 应当跟企业收入总额相衔接 没错 收入总额利润亏损 总额资产总额甚至负债总额 都要跟企业对应的总额相衔接 第四个 写披露分布信息 是应该披露 买一个报告分布的利润总额 及其组成项目的信息 这是没毛病的 所以这条题的正确答案是 A C D 这条题的正确答案是 A